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色战争佛中解说 然后今天那个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那个电磁炮的那套卡组啊 但是这一次的话没有打算给大家带来全胜的 也有一些输的卡组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还是一样电磁炮加上黄毛加上龙铃 然后加上火箱手剑雨 然后还有那个胖子 除了胖子以外还有深水收集器啊 还有小胳膊铃 这边的话是 可以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这套牌啊 3064的时候输的这套牌 对方是一个 这是火法 火法加上大曲卡 这都不是重点啊最有心的是这个 地狱塔 地狱塔的话其实在这种高端排位的话 相对来说打的还是用的人比较少 所以说电磁炮这种牌的话也是在按比例来算的话也是比较多的 就是群都出这个牌 上场率的话房的人不是特别多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嘛不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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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普及所以说带这个地狱塔比较多但是一旦遇到地狱塔至少胖子是不保了是不是那让我们直接看一下 现在之后这边其实起手就是一个电子号然后对方是有一个火法红毛加上一个身体收集器加上一个电击法术但我这边的话 黄毛和那个火枪手加上剑鱼啊嗯起手的话对方是下一个身体收集器那这边的话我是出了一个火枪手 然后再往上找然后看一下这边的局势变化 然后对方是准备出一个公主吗嗯我这边下了一个胖子啊对方出了一个公主啊就想用公主去解掉我这个 嗯我靠这波这波这波亏了这黄帽下来之后直接挤到就给我砍掉了然后这边电池炮加上胖子但是惨的是什么你看我胖子掉这个血多厉害而且我这个电池炮并没有锁定到那个地狱塔这一炮没有打出去就直接被电被那个对方的那个电击法术把这个电池炮打断了 这个也是很好去应对电池炮的一个方法就是电击法术这样的话可以打断你的训练打断你的训练的话相当于你那次训练就废了再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一个地狱塔那个炮就废了 最近就废了非常克制这套牌对方只是一级的一个公主一级的一个公主还不是很高的一个公主但是这套牌的话打我这套牌就非常非常轻松 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这个卡牌的克制也是这个游戏的清华所在吗我这边右边的国王坛说这个这个防御塔直接就是被 推掉了被推的非常快 因为你没有办法没有还手于定我这边是唯一的就是电池炮加上胖子但是我的电池炮加上胖子一旦放出来之后马上就会对方吃一个地狱塔 等着我的那加上胖费用上面的话敌方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领先啊你看我电池炮这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看一下对方怎么选择 对方出了一个公主啊然后是我的塔同时还可以吃到我的电池炮 嗯我这边出了一波小胳膊已经把这个公主解掉看一下对方 要怎么去解啊直接是在我这个胖子盒啊就给我来了一波蚊子啊 他知道我是没有没有什么没有费用或者是排序解所以说直接给我一个蚊子然后打着我就是已经乱了相当于你没办法 没办法打出打出一波可以成功的一波攻势非常困难 而这个时候对方的大皮特卡已经下来了大皮特卡下来之后啊开始对我的这个左塔开始进行幻缓的进攻啊已经开始走过来 因为这我这边是放了放了一个电池炮然后准备去把这个皮卡轰掉啊能轰多少还能轰多少 但是我虚拟快轰掉的时候你看对方一个电击法术又打断了我这个虚拟直接是让我让我这次虚拟白去了 电池炮也白放了然后右边下了一波牌然后解了我这波牌 然后大皮卡已经成功的到了我这个河岸 然后砍我一下六百多砍我一下六百多 几下就把我这个塔倒了 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话完全就输掉了 克制性非常强 所以说可能下期的话也会考虑啊就是使用一下对方这道卡牌去打一下一些对应的局啊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 所以说这场为什么拿这场输的比赛给大家看也是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客制啊因为像电池包这种牌是比较强势的 在这种强势的阶段的话你要去找到一个客制的牌的话 嗯不能说没有很多 但是这套是非常直观的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场 这场的话我起手就是胖子 胖子蚊子啊 加上这不是蚊子就是亡灵吗 胖子亡灵然后 呃剑雨和小哥布林啊 对方是一个 嗯 冰法 闪电 闪电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打电的话还是还是有点痛啊 然后还有个炮台 炮台加上小哥布林 然后下了一个寒冰法师 寒冰法师这边是小哥布林 加上那个野猪开始往这边突啊 呃 野猪吸收伤害 可能可以敲到我这个 然后想哥布林直接给我突掉 所以我用剑雨直接解掉了 那我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出来一波直接废掉了 然后让这个寒冰法师 不断的在我这个 右下右塔输出 哎 你说寒冰法师吧 你管他 要浪费费用 你不管他他打你还是挺痛的 那加上一个电击法师 这个电击一跳下来之后 就把我这个塔稍微耗的差不多没了 等到下一个电击出来的耗 我这个塔就直接就没有了 但是对方是没有那个 我出了一个小小小骷髅兵啊 然后解掉了我这个大牌啊 直接是让让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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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射啊 直接喷到射到了那个小骷髅兵的脸上 但这边是用了一个闪电击法座把我这个拍机器掉了 但是我的胖子这个时候过河 但是我的胖子这个血量很担忧 但还好 后后方的小牌的话是跟上了把这个输出打出来啊 还剩了一个哥布尼 然后把对方的这个右塔拆掉了 拆掉之后那我这边从 瞬间从一个逆风啊 转成了一个优势 那在这个优势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要怎么去乘胜追击 想这不太好 然后这边的话是对方又下了一个野猪啊 这边下了一个圣语收集器 然后黄帽 黄帽来一波把这个野猪解掉 因为不能让这个野猪敲 野猪敲得很放心的话也很烦 对方还在嘲讽我厉害 厉害你妹的 嗯 然后应该是个中国人吧 那他一个他的名字像个网站一样是不是 然后这边的话他这个蚊子下来之后 然后对着我黄帽干啊 那没有对着我的这个火箱手 那我火箱手是存是还健在 但是可心动了一个小哥布林 这小哥布林捅我还是很痛的 这哥布林捅人是 是对着菊花来的哦哥布林 真的很动 那他给野猪废了 过来这 哎呦 电击法术把我的这个野猪打掉了 然后这边是直接是放了一个圣语 所以收集器抵在前面 抵在前面啊 就免得他那个 但是对方可能会用电击法术 那果然因为电击法术 然后连着三个一起给他垫掉 但是没事 我这边放了一个胖子 胖子在前面抵着吸收障害 我电池炮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新的 然后加了一波黄暴下来 然后把对方这个防御塔全部砍掉 然后无视砍掉 然后这边的话 哎呦 还猜一下 我的电池炮被解掉了 被解掉没所谓 我的胖子已经过去了 我的小兵也是已经过去了 所以说不急啊 这边他这个塔的话 肯定已经没有了 还是400多钱 嗯 那所以一只黄暴 我这边准备下一个火箱手 跟着皮股后面 一炮搞定 一炮搞定 对方在关键时候居然 对方居然电了我一下 电了我一下 噢靠 够点 最近这个嗓子是真不行的 嗓子是真不行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场 这场比赛的话 嗯 看一下 这边我是七手没有那个电池炮 所以说我这边是有 黄毛加上剑雨 加上王林 加上小哥布丁 他这个小剑雨过来的话 我还是 我虽然两件受不死 我只能放一个 放一个王林来和他换一下 然后因为 还是不能让他太太太过安逸的 然后直接走过来 这样被打一下的 还是觉得亏 最好是不要被打是不是 对面出来一个胖子 你看对面这个牛排就是胖子加三个火箱手 但是他这个三个火箱手的话 我这边解起来的话 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容易解嘛 就不是特别难 嗯 也不属于特别难 三个火箱手来了 他三个火箱手分两路走的 左边 左边两个右边右边一个 这样的话就算我解掉的话 他还甚至有一个 能耗一点血 是一点血 我不知道是他放错了 还是他有意为之 那这边的话是 就是我这个塔是非常非常非常痛啊 我这边出了一部黄毛 黄毛之后把这三个火箱手接着给他解掉 那对方这个时候心理上 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会很痛 因为他这三个火箱手下 下来之后结果连一个塔都没有推掉啊 换到是我的话我心里也会很不舒服啊 这就是很硬的事情 那这边的话对方出了一波蚊子啊 蚊子蚊子我也有蚊子啊 大家都有蚊子是不是 大家都是有蚊子的人 可惜他还剩了一只啊 然后只能出一个这个去解一下 然后这个电池块还是贵了 嗯 费用上面的话 我这边反而是一打 从优势打成一个烈蛇 对方还有剩余收集器啊 那补了一个剩余收集器 我这边也要补一个剩余收集器了 那如果不补的话 但是如果现在我补的话 也会有很为难的一点啊 就是费用怕 跟不上啊 看一下对方要出什么牌 我再补再去补这个牌吧 嗯 对方没错就直接补了一个 然后对方还是在准费用 等到满费之后 先放胖子 胖子完之后三个火箱手 我估计是这个失怒啊 那先放三个火箱手啊 先放三个火箱手 然后等 又是两面两面两面都有啊 就是放了一波黄毛 但是我就黄毛放的稍微有点早了 就是我在左路 直接就放了一个电磁炮 上去之后一炮 把这个火箱手和黄毛直接干掉啊 然后将胖子顶前面 所以这个胖子不应该顶前面的 啊 定阶法术直接把我这个打断了 但是没事没事 你打断我一次 你不能打断我第二次是不是 我这边直接是一炮给你轰掉 那黄毛可以在前面稍微顶一波 然后黄毛充当胖子的角色 然后同时还可以受伤一个沉顿的伤害 然后对方这个火球术砸的稍微有点亏 他砸到我电磁炮 但是并砸不死 这个火箱手不是下来送吗 三个火箱手直接是 嗯 直接干死 直接干死 而这边我在又怒又下了一个 嗯 加上胖子啊 看你怎么办 嗯 费用的话我现在是挪稳的够的 费用现在是妥妥的够 对方是想换我的那个左坛 其实相对来说我现在是威胁 对我来说威胁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两边塔都没有多少血了 让这个胖子走过来之后 就会非常难受啊 一拳就给我打掉 但还好他放我的电池号过来了 再见 啊再见 然后还差三秒 两秒 一秒 那再见 第一次没打 最说同样的卡牌运用啊 这些是还是需要去 大家长期去捡 去那个琢磨一下的 那这边的话也是 嗯 三千分的三次比赛啊 给大家带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可以用APP搜索酒油 里面的视频站有我的很多视频 第一时间在里面更新